做人员开始忙碌 所有食材绝对新鲜又健康 里面有加一些食谷米 让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营养 卤豆干也不马虎 两个小时起跳把营养锁住 一位老板的理念 是把顾客当家人 这是我们的合手花 谢谢 这是非基因改造的芝麻豆 忙进忙出的就是老板廖臣妇 三年前有姻缘到丰园敬司堂 见上人 那一刻她向上人发愿 看到她应该要送她一个 特别的礼物 所以就在她面前发愿 要在丰园开一家舒适餐厅 我们从外行 完全的外行跨到这个领域 当作是一个60岁 重新学习的功课 这让我们自己觉得成长很多 夫妻俩因为这份姻缘 踏入舒适领域 但过程容易吗 百分之百的信心 还有勇气和毅力 一念之间可以成就好多事情 正信正念突破困境 舒适餐厅经营满两年 越做越好 仁医会医师蔡文芳 也是忠实顾客 师傅的善人也跟我们一直讲说 要推述 那我就邀约我诊所的 所有的员工还有家人 那一天大概将近有 三十几个快四十个人 那我们就在这边用 素食的餐点 当天还举办舒适讲座 推广舒适对健康的好处 廖成富说 经营很累 但心里很欢喜 希望用美味的舒适 打动人心 大爱新闻 张俊王光辉 台中报导 小 magn 青春 吃 吃 淀 谢谢大家